我觉得浙江对于我来说 意味着首先是一个起点 是生活和事业的起点 同时也会是一个终点 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个人 包括我们企业来讲 我们可能会把业务 做向全国做向全世界 但是我希望最终还是能够 把所有的这些成就也好 或者说是收获也好 能够带回浙江 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乡 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帅兵 欢迎大家来到容论会客厅 今天我们容论会客厅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 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吴伟先生 欢迎您的到来 谢谢 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吴总 您作为大陆青年的代表 今天是参加了这次主旨的演讲 首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参加完这个活动 以及演讲之后 您的感受是什么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 我最深的感受 首先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 对于两岸的各种的交流活动的 重视度都非常高 然后可以感受到大家双方之间的一种热情 同时也感受到和很多台湾同胞之间的很多的共鸣 今天和一起参会的一些台湾朋友之前在交流 大家对于在浙江的一些营商环境 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很多点上都有非常多的共鸣 然后特别希望未来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举办一些 因为当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的特别是青年同胞 可以更多的来实地亲身来感受大陆的发展 那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讲一下 在改革开放以后 浙江活跃的许多的台商 它和浙商比如说在经营理念 或者说在管理方式 以及这个观念方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同 以及互相有没有什么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一定有 根据我以前以往跟很多台湾朋友 包括一些合作伙伴 或者是一些企业家朋友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台湾的合作伙伴 他们往往会展现出更高的一个职业性和专业性 我觉得这个在很多方面 我们是可以就是相互学习的 我们这边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务实一点 比较实在一点 比方说我们可能谈个事情 开个会可能并不会打领带 但是如果说你见到一个台湾企业家 可能芯片方方面面相关的一些人才 所以我觉得多交流多融合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意义 那未来在和比如说台商各方面的合作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展望 我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青年 能够到杭州 更好的话可以到我们企业来工作来生活 我觉得这个增加一个企业的一个多元化 然后完了以后 也可以给我们企业带来很多一些新鲜的 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色彩和活力 кий Bombay 不一定的一些不一样的 比较学习近月 何月 或赠辻 或赠辽 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